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农委会 农委会这是中国大陆 说他要有一个贸易的调查 那个壁垒 贸易壁垒要来调查 农委会主委不讲话 他平常对台湾任的事情都喜欢讲话 只有跟他相关的事情 现在讲不出话来了 人家要调查 调查什么 调查两岸 两岸的我们这些相关的 尤其是农产品 为什么这么不对等 大家听小董在这边讲了多少年 我说就是不对等 就是让利 没有人有办法去解决这件事情 那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这些落实者比啊 这些做大官的人没有办法解决 那要谁 要在野党啊 那不如让在野党去执政 对不对 他们有本事解决啊 今天我在非常多的电视场合 我就提出一个 我说今天如果中华民国总统是马英九 这些事情会发生吗 不管你都讨厌马英九 你也说不会不会发生 我们不会发生 那为什么要找一个天天会让他发生的呢 大家看我们那个洗两骨头谢瑞妍 他要带他那个洗两骨头的团队 是要去五月要去世界卫生大会 要花很多钱 在那边变成一个虾评团啊 然后说抗议不让台湾进入世界卫生大会 马英九执政我们是可以进入世界大会 每年都可以去啊 大家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卫生署长叶金川领团 然后哇 所有记者大家都好高兴哦 台湾终于可以进入世界卫生大会了 然后叶金川上台 后邀对全世界五分钟的演讲 讲到最后连台语都出拢了 对不对 连台语都出拢了 整个台湾社会都感动 蔡英文执政以后就不能进去了 然后他说我们要进去美国会陪我 会帮我们弄进去没有啊 你除了第一年蔡英文520上任522 好我们那团可以进去是为什么 是因为马航九前面都安排好了 蔡英文上任两天我们的团可以进去 一年以后要进去进不去 这么简单啊 所有世界的任何组织蔡英文执政以后都进不去 然后呢原来可以进大陆的有一些东西 慢慢又进不去 那请问一下我们执政是在做什么 蔡英文执政终于有了 美国莱克多班的猪肉可以进来的 可以进来啊 因为我们政府大放水啊 各位朋友可以看看 台湾怎么会切猪肉呢 猪肉会涨价的 我才不相信呢 我觉得是故意的 让猪肉变得很珍贵很涨价 那怎么样 最后你当然要进口美国莱克多班的猪肉 就会大量进来啊 因为它已经获得核准了嘛 那你台湾没有你说 啊台湾猪比较好吃 哎呀勉加了啦 台湾猪比较好吃 但是那个肉哦 放很多酱料 又腌又怎么样 做出很多东西 做肉粽你吃得出来 我才不相信 我的嘴是很刁啊 但是我吃的都是便宜的东西 各位我有一个节目叫 叫美食地图啊 很多朋友就喜欢讲 那其实就是我平常在台北 有的吃了一些好吃的 那这么久了 我就印象中 我就把它汇整起来 我讲各种 比如说哪一家油饭最好吃 就开始从沟台银那时候 送的那个林河花 他没有送我 各位不要误会 他那时候嫁女儿子 然后林河花 那大家就觉得 哦好温馨哦 在哪里在迪花街 我们电台对面 有一家叫易流 很多人不知道 就在我们古亭市场入口 我有在讲大家 哎对啊那里有一餐 那一餐好吃吗 那我说啊吃吃看啊不臭啊 哦 还还是 还是很有那个的油饭 哦 当然我是把它分类 肉眼油饭 哦 或者你要吃呛的麻辣锅 哦 大概 当然我们用感觉吧 酸菜白肉沟 也在我们这里 哦 我的最好了 台电酸菜白肉沟 哦 哦那这家从孙印贤 那时候开创 哦 当然不是他创的 是他把它带进台电 哦 然后大家就说哇 果然是一个好的味道 各位朋友 哦 在台湾最大的幸福就是 有这些小小的美食啊 哦 又不贵 哦 这就是我们的小确幸啊 可是 真正政府跟我们带来是痛苦啊 连蛋都没有 对不对 大家看 前天 有多少地方停电 竹北大停电 两千户 大家讲哇 竹北 竹北民进党执政啊 没有错啊 政察方啊 对不对 那那怎么样 篮子 篮子民进党执政啊 也是大停电 陈其迈嘛 对不对 大雅 大雅总算 国民党执政 可是停电 现在是台电的事啊 和谁 谁是地方执政有什么关系 大雅不但 淹水还 还大停电 哦 有时候你看的真是很气啊 对不对 大家知道大雅 本来就不是很富宿的地方 然后这样弄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停电很多是不报道的 譬如说四天前金门大停电 我在节目上就从来没有讲过 我的故乡 金门也是大停电啊 可以你可以看到了 昨天晚上跟朱学员上节目 朱学员说我有去你们金门演讲 我说哇 我说去哪里 他说去金门高中 我的母校 啊金门高职 哦 然后又去金门大学 我说哇 金门三个最高学区都帮你帮 让你演讲光了 其实金门啊 还有啊 比如说明传大学 在那边有设计的研究所 那其实都是大家很热烈的希望说 帮金门更多的发展啊 朱学员说我去金门印象最深刻是什么 他说他去那天大停电 我说哈他说对啊 你去大停电你当然印象就会深刻 他说他那时候被 被安排在一个旅馆市在四楼啊 结果电梯坏了 他扛很多东西就爬四楼 差一点把他给累死了 那我就削减他说 你该减肥了啦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人的经验 即使你来过很多次 你都你印象都差不多 突然给你一次停电 你印象就很深刻 哎呀那天就是大停电 所以 蓬佩奥 蓬佩奥来台湾不见过蔡英文吗 那天停电啊 结果本来做Live 不敢做啊 蓬佩奥就 川普的国务卿啊 蔡英文这次进纽约 本来听说他来 后来没来啊 因为他一直要跟台湾谈一笔生意 台湾不敢答应啊 为什么不敢答应 因为被联合报独家把它曝光了 为什么会曝光 因为蓬佩奥先 在美国见我们美国代表处 萧美琴 还有萧美琴属下 见了好几次 他希望 因为国际 川普对台湾很支持嘛 对蔡英文很支持嘛 所以呢 他现在川普落险了 他也没工作了 他现在在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专门在做投资的 他希望台湾把 公务人员的退伍基金几千亿 还有劳工退休的基金几千亿 让他们公司来操盘 可恶 萧美琴吓坏了 可他又得罪不起 共和党的要求怎么办 他就写一封信 由外交部撞起蔡英文 说有这回事啊 这封信因为 经过某些人的手啊 有人就把他拷贝 给联合报 因为联合报一定敢报 那联合报的总编辑 过去跟小董老同事 跟我同一组啊 我当组长 报出来 报出来以后 那时候蓬佩奥要来台湾了 台湾媒体已经 已经闹翻天了 啊 文教部不敢否认啊 那蓬佩奥来 一知道他要来的目的 被曝光以后 记者会不敢开啊 都在 然后让记者 见个面吵吵的那个 仓皇的跑掉 本来跟蔡英文见面 要很风光 要在那边信话 他当过国务卿 你可以知道国务卿多大 对不对 现在来一个前部长 议员或什么 哪有他大 在美国地位 仅次于总统副总统嘛 对不对 他等于都是最大 本来可以耀武洋为一番 结果呢 夹着尾巴 然后不敢让台湾记者话问 因为记者都要问他这一题嘛 你为什么要台湾的 退伍基金 还有劳工退休基金 那公务人员 万一你操盘失败 公务人员将来 的薪水怎么办 啊你操盘失败 我们劳工 不是领不到钱 连棺材本都被你 赔光了 对不对 所以他 连那个都不敢开 赶快跑了 这是那时候的整个背景啊 但是你看到 一个执政的民进党 委屈求全啊 这两天 有一个总统要来拜王 这个总统 就是蔡英文才气的 那个瓜地马拉 他去瓜地马拉干贝里斯 这总统要来台湾两天啊 我们不晓得送他什么东西啊 我告诉你 因为他就要卸任了 他过几天就要卸任 他五月就要换总统啊 他也不能进行连任了 然后 他的党啊 看样子有点大事不妙了 那瓜地马拉 如果换党执政 可能要跟中国大陆建交啊 然后呢 因为他们失业底 要投票 五月就会交罪 五月还有一个国家 叫巴拉圭 蓝美洲最后一个邦交国 他的反对党 现在也是挑战 他的写上了 不要跟 不要再跟台湾 有邦交了 跟台湾有邦交 没有什么利益啊 没有什么太大利益啊 那你知道 蓝美洲这国家都是 融卫国 产大豆产牛肉什么 他们很需要 把这东西消去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很需要大豆 很需要大量的牛肉 因为现在大家吃的慢慢改观了 以前以猪肉为主 现在牛肉 煎牛排什么 对不对 然后他的量就很大 肉牛的量就很大 所以每个国家都要抢这个市场 市场才是硬道理啊 各位 所以各位朋友看 马克宏来 为什么 欧洲很需要中国大陆的市场 他是欧盟的 轮值的主席 那等于说欧盟的头头 跟拉契的洪德莱恩 虽然在中国大陆讲了一些话 可是 前两天演讲 18号啦 4月18号 他在欧盟演讲 他怎么可以跟中国大陆 脱钩呢 不行啊 跟中国大陆脱钩 那是不可行 不可起 不缺实际啊 他说我们欧盟跟中国大陆 一天哦 的贸易往来 23亿欧盐啊 一天 你怎么可能偷钩呢 他是一个大的市场嘛 我们这边也很需要 他很多便宜的东西 这些便宜东西 是民生所必需的嘛 各位讲讲 他说中国 是了不起 他过去几千年来创造了 很多文明啊 但他现在的科技 他的很多 包括 农业 各种 工业 他都有很 强的 很 大的成长 最了不起的 他这七八十年来 让至少八亿的人 肚子都吃得饱饱饱 其实不止八亿啊 十四亿 对不对 过去中国人 最了 大家最清楚就是会挨饿 挨饿就会照玩 容易被人家煽动 肚子都吃不饱了 要不要跟我照玩去啊 现在不会了 所以很多人常讲说 中国大陆 白子革命什么什么 白子革命是因为 因为清零太久了 想出来偷偷去嘛 全世界就伸眼 哎呀一定要 中国大陆一定要 要解除清零 一解除清零 果然死很多人啊 本来就知道了 会死很多人嘛 然后各国又开始 哎呀中国大陆 怎么可以这样 亲密了就清零 我这话都是你们在讲啊 我那天刚好上赵超康的节目 赵超康问我说 哎 啊中国大陆 现在怎么死那么多 我说他死那么多人 就各国全世界要求 他必须 依照白子 行动的这个 对不对 那不是白子革命吗 号称白子行动吗 一张白的纸 说我们就是要清零 有老百姓这样抗议 全世界暴走 中国大陆好野蛮哦 还坚持清零 你只要把清零解除 就会一下死很多人啊 当然是啊 这是常识好不好 全世界要他 解除清零 然后死很多人 全世界又骂他 怎么死那么多人 啊一定会的啊 这是一定会的各位 那当然死了很多人 到底多少人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对外公布过 可是他会有很多老人 就会死亡 他开始他认为说 我们应该怎么样 让这些 过去对国家有贡献的 老年人口 让他安享一言 他们很容易确诊 因为身体抵抗力比较差 确诊又很容易死亡 我们年轻人比较不会 他那时候考量这样 各国坚持 我们要支持白子行动 都支持了 然后死了人又开始骂他 我在赵方看他节目组 我说 啊什么话都是你们这些人在讲 你们全世界这些人要不要脸啊 清零也是你讲的 清零以后死亡也是你在骂的 你们永远对 做评论不能这样 我们也是名嘴 也是做评论的 我说我们不会这么 清红照白不婚 对不对 他他是没错啊 他全世界他最晚 解除清零的啊 那当然 他大陆内部会有人不满啊 每一样事情 全世界都会有人抗议啊 法国现在在抗议什么 两改啊 马克宏说 我把退休年龄 从62岁 把他弄到64岁 那老百姓出来抗议 怎么可以 要我们都做这两年 因为国家财政有困难啊 那你们62岁要把钱拧走 我就让你们延后两年 你们继续做 不准马上走 要不然我们财政会完蛋啊 这就是马克宏的两改 大家抗议啊 啊台湾呢 台湾现在65岁 对不对 将来搞不好就改成67岁 没有人会抗议啊 改成70岁都没有人抗议啊 因为台湾人很热爱工作啊 而且工作时候 你有 你65岁到70岁 留下来以后 一般都是主管或高阶主管啊 然后你就在那边一直留下来 年轻人就上不来 各位 你看现在台湾 最明显的就割大鞋啊 那些年轻中年的教授生不起来 为什么 所有教职是一个罗伯一个科恩啊 那这些郑教授不走 以前很多 我认识非常多的教授 大概55岁到60岁之间通通退了 他认为我忽联日版25年 他去国外练书嘛 练到33岁35岁回来 交到50岁60岁 好 然后他就退了 他退了 就很多 一个罗伯一个坑 他本来教授 胡教授就来顶他位置 讲师就来顶他 胡教授 他家就有一个流动 那现在为什么留不动 很多 很多媒体问我说 啊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不走 我说因为 因为退休金被砍啊 我只好多工作几年 储存我过去被 蔡英文砍掉的退休金啊 我说一环扣一环就是这样啊 对不对 以前五六十年来 为什么没有这个现象 现在有 因为蔡英文商人就砍退休金啊 所以以前很多警察退 现在也不退 我要干到65 警察外勤60岁内勤65 我要干到法定退休年龄 各位朋友 所以 变成是这种的一个恶性循环啊 我们做很多事情做得很高兴 觉得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怎么样 然后很多后果没有料到啊 肉食者比 他们没有料到 他们 因为老百姓也没什么姿势 然后你就 你就用这样一个话数给他讲 他就有道理 好有道理 不管是朝三暮事 或者暮事朝三 大家知道猴子 吃那个栗子的故事 你给猴子 平常给他早上三颗 晚餐给他四颗 他很 平常早上给他四颗 晚上给他三颗 他很 他很这样的生活 他就觉得很 嗯 很好 有一天你早上给他三颗 晚上给他四颗 他气得要死 我早上不是明明三颗 可你上颗有一颗是到晚上啊 可以一样啊 同样是七颗啊 这个叫朝三暮事啊 好嫩 那都一样啊 可是一个话数不一样 你就跟猴子讲 你看 我对你多好 每天一大早 我就给你四颗栗子 哇他好高兴哦 那你把他变成三颗 他好生气哦 你又把他恢复 他很高兴啊 哦 那这个故事 这个人叫鸡公啊 一个鸡 一个狗哦 我们猫狗的狗 左手边 然后 右手边是一个什么字 一个而且的鸡 哦 这个人养很多猴子 哦 这是一个艺言故事啊 哦 公公婆婆的公 哦 大家 就是专门养猴子的 哦 一个一个老先生 哦 类似这样的 又过去 讲艺言都喜欢加个什么功 什么功 哦 什么 哦 什么义 哦 一句个女志旁 哦 女志旁在一个 七七小我 哦 这个就读 这个字念做义啊 哦 就是老妇人啊 哦 那 公和义 哦 就可以看到 哦 在古书里面常常有 用来做比义啊 哦 全世界最笨的人叫移工啊 移笨 移笨的一个老先生 哦 可是他是一个典范 是一个精神啊 移工移山嘛 对不对 大家看嘛 哦 那大家 看我们 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我要 传达的是一个怎么样 就你什么事情哦 他其实是有一个 哦 有一个目标的 那这个目标哦 你只要拿定哦 你要去看 他常常有利有弊啊 那执政你要怎么样呢 你如果做一个执政 你要哦 其他的 多数人的利益 哦 所以以前我 跑的时候 哦 台北市长当写人都会来找我 然后跟他讲说 哦 台北市 哦 那个老记者那个 董哥啊 一定要问一下 对台北市有哪些东西 可以怎么解决 哦 其实我跟很多市长都讲过 有些他们 没有解决是因为政治因素 心理 结果这个会有影响选票啦 哎呀姐姐 其实都不难 就是你要不要做而已啊 好 你要不要得罪人而已啊 就这样啊 哦 那 柯文哲以前最会腐烂啊 哦 在外面每次都讲 啊 这个哦 交给我 哦 这个只要方的市长就做得好 哦 他永远做不好啊 哦 前台北市长立任来 政绩最差的就是柯文哲 每天讲大话 哦 我这我那天看 沟台云开记者后 还在称赞柯文哲 我听了差点笑死 哦 郭台平说柯文哲哦 是个有领导魅力的领袖啊 哦 那他哦 做事哦 哦 他的行政所长 哦 行政的管理是他的专长 柯文哲 管理个屁啦 柯文哲懂什么管理 这两天 这两天我们水利处官员还被抓了 所有媒体都写科批 哦 柯市府出包 哦 蒋万安已经上任四个月 为什么还写柯市府出包 因为他都在柯政府实在贪污嘛 对不对 然后涉嫌贪污被人家讲成这样 然后大家看我们冰藏处 冰藏处连一个 处长跟女处长都是你 都是你女生啊 那个女处长污了多少钱 天天被传 哦 被要求收押什么一堆 柯P然后什么行政管理人力 然后他自己每天讲大话 啊有时候 听了你真是好笑 柯P就是只有一张嘴 哦 啊这张嘴很会讲 可是不会做啊 因为他做不到 哦 哦就是腐烂 讨好很多人啊 马上回来 各位不要走开 欢迎小董真心话 郭台铃形容柯文哲 他说柯文哲是个有领导魅力的首长 而且他有行政管理的专长 我说听你在放屁 柯文哲有什么行政管理专长 柯文哲自己到美国 因为他 去美国为什么 因为就会有记者跟他嘛 跟他柯文哲每天做什么就会写 所以柯文哲就可以每天 箭报他现在一直在征集媒体 扑光度啊 因为他没有台北市场职务了 啊是一个空头的 哦 台湾民众党主席嘛 哦所以他就每天讲哦 他有人 到美国安排几场演讲就开始讲 哦他等我了不起啊 那些狗皮捣刀的事情 被我发现的话我杀无色 连讲三次杀无色媒体就写哦 杀无色 你有什么杀无色啊 很好笑 柯 哦 郭台湾讲 柯文哲 青年 哦 努力做事很多地方 哦 我要向柯文哲学习 错错错 柯文哲 柯文哲好好笑 柯文哲青年嘛 我已经公开质疑他好几次了 从他一上任的 波多也结义悠游卡 你很青年你告诉我 有一个姓金的 拿了你一百张 一张五百块哦 拿了你一百一百张 你送给他一百张 请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跟你追讨 我总要知道是谁 不是不是应该公开透明吗 你要做公关 你要告诉我 你给他一百张 给吴思瑶二十张 二十张一万块吧 对不对 一百张五万块嘛 你告诉我 我知道吴思瑶哪二十张 啊 那个姓金的呢 你为什么不敢讲 你青年吗 好好笑哦 事情已经够了快八年了 啊 你不敢讲啊 那个人是你什么人 我很好奇啊 我对台北市政非常熟悉 我觉得不可思议耶 五万块也是钱啊 老百姓的钱是不是 各位这么简单的问题 问了他多少年 从来不敢讲话 各位 这个叫做青年吗 那我可不可以怀疑 你根本自己偷偷塞自己口袋 然后偷偷在黑市把它卖掉了 我可不可以这样怀疑 可以啊 因为你 你讲不出一个名词啊 只知道是一个姓金了 因为议会 议会那时候要求 到底哪些人哪多少 然后很多人就赶快 哎呀 我们是为了实验啊 那时候都 民进党的议员拿的特别多 那时候因为民进党跟柯P是 是同一阵线嘛 那时候 2014年他们一起当选嘛 哦 民进党帮柯文哲当选 哦 那这事情就发生在2015嘛 那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有没有答案 没有 现在大家有没有忘了 有 哎 可是有个人不会忘就是我 我马逊我在追击 因为我喜欢结果嘛 我现在这个事情没有结果 我喜欢这 那最后到底怎么样 对不对 最后那个叫陈嘉欣的阿兵哥 已经四十几天了 他到底怎么样 没有人管他了 台湾就是这样嘛 你说阿兵哥陈嘉欣是谁啊 二胆那个兵啦 穿着救生衣要游去大陆那个兵啦 现在到底怎么了 新闻做很大做到最后没有啦 对不对 大家就想这样嘛 然后现在 没有了过一阵子就没有了 八十八枪谁记得 现在变另外一个人 少年 五十一枪哇更厉害 冲锋枪耶 是不是冲锋枪 应该不是一种 一种 全自动的一个 一种 手枪啊 但是他可以这样打 大家讲哇台湾 而且都没有伤到任何人啊 对 因为台湾枪法准的不是警察 不是歹徒啊 台湾枪法准的是 那种 荣委会的类人啊 他打废会一枪就死了 一枪就一枪就命中就死了 废会 废会 野兽身体很活药啊 要打中他不容易 因为人的行动比较慢 动物比较快啊 结果一枪逼命 哈哈 枪法比警察好 比黑道好 哪要打到那么多枪 八十几枪 五十几枪 不用嘛 各位朋友 你可以看到在台湾社会 有很多事情哦 你要听这些人在讲 柯文哲每天在讲 沙武社 柯文哲 当台北市长 你看那些 那些乌七妈黑的案子有多少 你不是很会管理吗 我没有说你不清廉 可是 你是清廉吗 那你要告诉我 那个金先生凭什么 拿了一百张的 波多也结一卡 对不对 你说啊那个 钱没多少 没多少也是钱啊 五万块啊 好 那你清廉吗 你很会管理吗 你为什么管理到校院都在贪污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现在连媒体都知道 我们 水利处的 副工程师被抓 所有媒体都写 柯P 前两天 大家都写柯P 每个人都知道 这笔帐算讲完安的身上 不厚道 为什么 因为他被查被贪的 那些时间 都是在柯文哲任内 各位 你想想看 在台湾社会 很多事情你要把它弄清楚以后 你就会觉得很好笑 所以媒体在吹捧很重要 柯文哲知道 带媒体去美国帮我吹捧 那这就是政治啊 好 那现在有个人在新加坡 新加坡的侯友仪 很多朋友问我说 对 侯友仪你类似多久 我说三十 三十几年吧 他会不会嫌 我说百分之百嫌 国民党 我说国民党百分之百提名他 名单就是只有他 这是我的政治观察 我也不要去跟国民党 什么高层接触 去问他们 他也不会讲啦 你也让人家为难 对不对 大家熟归熟 为什么要只告诉你一个 我跑新闻都不要这样 我跟产委对象都很熟 但是我不要你给我独家 我独家要从其他地方自己跑来啊 所以马振鲁之代 我常跑独家跑到 大家都觉得我一定是跟马振鲁 关系很密切 没有 马振鲁每天都在破坏我的独家 因为他们都怕人家讲说 他们给我独家 我的独家都从 周边很多地方跑来 他们都在破坏我独家 恶毒栽赃我或什么 我不我不骗你啊 马上就手下那些人 坏蛋好几个啊 表面上跟你哈拉 在背后都跟你插刀啊 在马振鲁后面 那 他们就 就很嚣张就是了 我真的讲啊 所以人家在骂那些 但是我不会去报复 我不会报复 我老实讲 因为 他们怕我跑独家 每天就恶整我 但是 这些都没关系 我告诉各位啊 我们跑独家 是因为我们的 工作时间比别人长啊 最主要就是这样 很多人讲 哇你太厉害 你有什么密切 没有密切啊 别人跑新闻七八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 我跑新闻十五六个小时 各位 十五六个小时 我就 我就 花在新闻的时间 比别人长啊 简单讲就这样啊 那这样的话 你跟人接触多 你的那个消息就多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 你就是 你就不要 不要占人家的便宜 人家的好处啊 当记者有个毛病啊 多数的记者 百分之九十的记者 都会占人家一点便宜 啊这些 这些你跑的单位 他也会 给你很多东西 啊 招待你出国旅游或怎么样 对不对 招待你出国旅游 比如说最近很多市政记者 被招待去阳明山 泡温泉 我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 因为我台北市很熟嘛 他们当然不敢讲啊 啊 去泡温泉 那 你到 你到阳明山泡温泉 当然就要去吃 吃土鸡嘛 对不对 一定是一定又是 咬咬咽一下啊 那我觉得我也不要讲说 怎么样啊 但是我没有够啦 我跑那么久我没有够 但我也不是讲说 我很怎么样 我只是不喜欢这样 我喜欢跟好朋友 来一个 譬如说我同学大家来一个 喝两杯 酒后不开车哦 各位朋友不要卖给18岁小 我们回金门就这样 大家哈拉一下 对不对 都没有什么目的啊 那可是哦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台湾哦 这样的社会哦 很多事情 你一个一个把它铺成的话 其实很多人 尤其政治人物 他最想的就是 记者对我有怎么样的 看法跟报道 那侯友宜呢 侯友宜为什么要去 因为大家都要讲说 侯友宜没有国际事业啊 那他就先往新加坡这边跑 这是我解读啊 然后叫新加坡看到哪些事情 新加坡是一个 我很喜欢的城市 非常喜欢啊 他是一个有赤系 然后又有那个 很有人情味 不是大家讲的 哎呀怎么样不是 整个新加坡就像一个大花言 哦 那我觉得有赤系是好的啊 大家 按部就班嘛 合理啊 你不能让那些投机其好人 老是在占便宜嘛 这就不是公平的社会嘛 知不知道 哦 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了 侯友宜器了 他无非就是要显示说 哦 我在国际上 那第二个 新加坡有一个点很特殊 新加坡是 第一次国王会谈的 守在地 然后也是马其会的守在地 所以他代表是一个 哦 在前世来讲 新加坡代表的是一个和平 是一个两岸和平的圣地 对不对 新加坡是一个国家 他是中立啊 他希望两岸不要打仗啊 李显龙昨天讲 哦 台海最大危机 哦 可能就在这里 但是我们要化解危机啊 哦 李显龙每次只要讲到两岸都在讲这个 那为什么台海会有危机 因为 美国希望有危机 美国是危机制造者 他怂恿蔡英文政府 你去跟他闹 去跟他挑衅 他就这样 所以台湾变成是个挑衅者 你说讲这个不公平 怎么会不公平呢 那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有这么多人 如果今天是马航九会这样吗 不管你都讨厌马航九你说绝对不会 没错 为什么蔡英文就会 因为蔡英文会去挑衅嘛 你会去挑衅啊 那你挑衅你的 他就要有些后果啊 对不对 今天 锅子在烧热水 水烧烧的 很烫了 然后你要手去摸 就会烫到啊 啊 国际跟你讲不要摸 会烫啊 小孩子不听 爸爸跟你讲千万不要不要摸 那是我小爸爸在煮开水 你不要 不不听 好不听 不听就算了我跟你讲过吧 他有来去摸 他被痛到 痛到 冒水泡 你以后不用跟他讲了 你以后不用跟他讲说 欸那个不要去碰啊 不用 他自己乖乖不敢去碰 又被烫过了 现在台湾就是少这个经验啊 台湾 这个经验叫做教训啊 台湾就是少一个教训 所以台湾每天在叫嚣啊 叫嚣 我敢怎么样 我爱台湾 我怎么样 是啊 他少一个教训 台湾什么都没有 最重要是没有得到教训 没有电 没有水 没有鸡蛋 最重要他还没有得到教训 那他不晓得战争可怕 可是现在慢慢有人发现 战争真的很可怕 为什么 因为有俄乌战争嘛 所以大家觉得不一样了 好不一样没关系 我们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欢迎小董特新华 提醒很多朋友 这几天天气比较不稳定 大家都希望有个大雨 那大雨来 其实一次无补 为什么又不过久啊 为什么 它很简单 这块土地很干了很干了 上个也没有下雨 那起来哇大雨来了 大家好高兴 这水没有流到水库 我们水库的设计一定是最低的地方 然后水 流下来 可是水要流下来干嘛 水要流下来之前 它已经被这些干燥的土地 已经吸光光了 它流不下来啊 要等这些干燥的土地吸得薄薄薄 水流下来 它才会流到水库 各位我讲这道理大家就懂了 因为你流过这地方本身就很干燥 所以这个雨不够大 不够久 就简单讲 那这种很简单的道理喔 其实 我们 在水上 在防水里面还有更多的道理 第一个水库如果没有水的时候 大家都在那边叫来叫去 其实没有水的时候 你要赶快把水库趁机把它清一清 以前很不好清嘛 因为泥土泡在 那这泥巴泥沙泡在水里啊 现在都快干了 赶快把泥沙赶快爬出来 卖给沙食业者 这些沙子最纯粹啊 政府可以赚很大一笔钱 对不对 大家也不必去倒沙 去河川倒沙 越挖越近越挖越近 挖到快到桥墩 然后桥墩也不稳 或者到海里去倒沙 破坏整个大陆棚 那我们 这沙其实是有用途的 那将来 下大雨了 这个水库就可以存很多很多的水 我们现在水库的移居量啊 都 南部很多水库 那个移居量都已经 水库的功能已经剩不到一半了 水库就是为了除水嘛 因为泥沙太多啊 这是一个 所以你在没有水的时候 你不要每天叫 每天叫 你要赶快 反正没水 我没有下雨 我也没办法 那我怎么办 我至少我未与筹 我先把这些清一清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没有人在做啊 没有人在做 大家就在那边讲东讲西啊 那当然在台湾 降雨最多人是 过去浩登基隆 基隆叫做宜港嘛 对不对 我记得民国82年 基隆市长叫林水木啊 林水木 那时候基隆上个月没有下雨 老百姓没有水库办 他就披麻代孝 带着他的吉祝首长 通通披麻代孝 到基隆港去拜拜 其宜啊 那我们那时候老百姓 比较传统 比较纯朴 觉得好感动 你看县长 市长 基隆市长 市长带领大家来这边 所以老百姓接受 因为是传统的城市嘛 那大家就觉得 哎呀 做到这样 我们也很感佩了 那个年代啊 民国82年 现在民国112年 30年后 其实这30年了 台湾一直在缺水 但他不一定哪一点 比如说民国91年 台北也缺水 忙很久当市长 我们做很多措施啊 那很多人都忘了 因为我跑的新闻嘛 我们台北种很多树 平常 公园路灯管理处 要出来浇水 车子喷过去 以前都是打开水龙头来哪 那时候就规定不准 不准去基隆河骑水 他们开这个水车去基隆河骑水 每天碰到我都哎呀苦笑啊 我说又去游山玩水啦 就玩水 因为我台北市算很熟 各级数的官员都认识 然后 然后他们就 真是百年没有碰过 游泳池不准开放 洗车业者通通停业 不准洗车 都没有水喝了 你来洗车啊 车子脏一点有什么关系 就这样 那 那时候因为一个大干旱啊 那 老百姓有没有被陷水 其实倒还好啦 各位 因为 台北市 跟新北这里 有一个全台湾 最好的水库 水质最好 储存最 豐沛 不是量不是最大 可是他 足够这些人的豐沛啊 他就是毁萃水库啊 他就叫 上帝在台湾 放的一颗翡翠啊 又看起来漂亮 这地方是管制期 但是因为我是记者 我常去啊 那我常去 他派警察看守 不是还不是一般人 然后 哇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 你这边就是要把它保存的很 不要受污染 所以 我就 从那 那时候跑新闻的经验 我就知道说 原来水应该是怎么样的储存 怎么样的净化 然后他是怎么样的流程 所以整个毁萃水库 303公里的 集水器啊 我都 跑很多地方 几乎都跑遍 就说 他的水是从这里 怎么样 当然啦 那里也有一个很突兀的墳墓 蔡英文的爸爸就仗在 毁队水库的行水器啊 你说 真的吗 行水器可以 可以土葬吗 可以啊 看你是谁嘛 他爸爸也不是 也不是过世了几十年啊 对不对 为什么可以 那不是 你敢去挖吗 不敢 你敢去 敢怎么样 最多罚钱嘛 我就给你划 我就要放那里 所以我只要讲到这个 民进党所有人不敢讲话 不敢讲话 不敢讲话 后来他们蔡家说 我们这个喔 虽然是土葬喔 因为土葬 那时候规定最多 你只能 八平方公尺啊 他是一个很大的墓延啊 蔡家墓延 那 那会怎么样 他现在 不准人家 靠近啊 他们以前说 我们这是开放的 就像西方的墓延一样 就像花园 你可以勾起看看 没有 他哪敢开放啊 那这是在 青坛眼上方的 一个墓墓啊 各位朋友 有时候 在讲这些事情 我有时候是非常感慨啊 因为我们在台湾很多地方 是特权横行 看你的背景是怎么样嘛 那当然 你看我们现在 资讯网路很发达 你要是有怎么样的事情 被人家曝光 也会很伤啊 譬如说 这两天有个 有个零骨塔 被人家威胁 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后来 大家就写 前立委之子 前立委之子 有没有大的影响力 很多人认为有 我认为没有 因为他爸爸我认识 施台生 施台生 前一阵子过世 这些人根本有些潦倒 哈哈 对施台生 过去一个立委 二十几年都没当立委 二十几年没当立委 这个坏蛋儿子 你要写前立委之子 大家的印象 就会觉得说 恶霸 前市 对不对 一定会觉得这样 这个就是媒体的效果 这样媒体效果一出来的话 哇 大家对那个印象就很深了 可是台湾所有的立委 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台湾所有县市首长总统 也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那老百姓每天骂 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那样 那你选出来你没责任吗 责任在你啊 他这个人 这个立委 这个县市首长 这个垃圾总统 凭什么做威做糊 因为你选他出来 他觉得我不可思议啊 我蔡英文第二任了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我又不行求连任 也不能行求连任了嘛 最多做两届 那你拿我怎么样 所以我就要这样搞一下弄一下 那你拿我怎么样 是不是 就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政治的坏哦 就常常从险阱就开始坏了 那险阱就开始坏了 很多人问我 谁谁谁你认不认识 我讲啊台湾 稍稍像样的政治人物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我都认识 当然是因为我当记者嘛 那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说你帮我 那个险阱你帮我怎么样 我都敬谢不敏了 尤其党内出选我是不介入的 但是因为我平常在做很多评论 很多人会把你的评论拿过来 然后你那评论有时候是一个段落 但是你不晓得别人会怎么去把你用掉啊 那因为认识有时候你也懒得计较 所以你不应该把我这样有一点点断章起义 或什么你反正在嫌疾 大家都会各用所有的方法嘛 那我昨天节目讲完 然后人家跟我讲说何志伟肉贤 我说啊何志伟好可惜喔 那你看到政治 你喜欢的高嘉宜马上怎么样 马上传简信 给王世坚 哇世坚哥 真是一个斩妖除谋的真男人啊 哇别高嘉宜这种人赞美 斩妖除谋的真男人 我不晓得我算不算啊 但是他说王世坚算啊 王世坚不算啊 王世坚现在反正代表民进党了 王世坚当然不算啊 什么叫真男人 只是大家懒得再讲而已啊 对不对 你知道益州刊那时候有个狗仔 因为王世坚那时候打马汉将 他们奉命就 反正台湾有知名度的 这些政治人你们就去跟了 他就去跟 可能发现王世坚带他女助理上宾馆 哦那 然后他们他们是怎么做你知道 他们就 你在冰房我们就租你平 我们就租你 比如说你1001这个房间 我就租1002在你隔壁 然后观察你 当然观察不到 因为那隔音效果也那个 可是他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你们两个 结束以后 大家知道是什么事情结束 你一结束以后你会开门 我听到开门了 对不对 开门绝对听得到了 然后你们两个出去 出去的时候 他们这些狗仔就赶快马上进去 你们刚刚的站场啊 开始去找所有的资料 那个狗仔啊 他出来啊 他说他一看就知道怎么明白了 那我讲 其实他们有一些方式 他们马上王世坚 哎呦他的 这个 那大家就明白了吧 所以 有时候 不要小看记者 今天谢谢收听 谢谢